注意看就是这个小东西 你敢相信吗 它的制造难度堪比原子弹 而且成品只有两元不到 就连科技大国鹰匠也没错出来 很多人就纳闷了 圆珠比头能难到哪儿去 要知道全球能造出它的 也就我们 瑞士以及小日子国 看到这滚珠了吗 小学生能否顺利完成作业 就得依靠它与钩槽之间的空隙 但在加工时精度要求极钢 首先要把高质量的补锈钢进行抽丝打磨 然后对其切割加工 最后将滚珠加入至球座 两者之间最大误差只有三微米 这样才能将滚珠牢牢抱住不露墨 而且内侧的五条墨水钩槽 书写时利用滚珠转动 便能将墨水均匀带出 但凡出现一点偏差 这支笔也就凉凉了 另外原料要求更高 目前球座也只有一切削的补锈钢 才能保证小学生行云流水的抄作业 可在早期我国圆珠笔头几乎全是进口 于是网上就开始流传 中国连个圆珠笔都造不出来 这是因为咱们与瑞士的工艺相差甚远 加上利润少的可怜 无论哪种角度考虑 进口笔尖都比自己研发还要划算 虽然咱们每年生产超400亿只的圆珠笔 但每一年的钢材消耗 仅是普通钢厂一天的制造量 而且据消息显示 上世纪末的圆珠笔尖生产设备 直到现在还能使用 20年时间里 可见它的更新速度有多慢 所以对于许多企业来说 完全没有必要去研究它 可为了堵住外人的嘴 2016年有家练钢厂 直接顺手练出全球五年的笔头用量 你知道是谁吗